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年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玉迟啊 玉迟 你是不是吃丹吃糊涂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 是啊 这样 我答应你 一个月只上朝两次 行了吗 好 谢陛下 我先告辞了 好 实在是 到了该负担的时候了 哈哈哈哈 玉迟 朕就不耽误你了 好 不过 吃丹没什么好处 一定要小心的 好 这我懂 那我告辞了 那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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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有时候真是不一样 有时候真是不一样 与这央军 当年在沙场 叱咤风云 你 在和平之年 被立为太子 无功受位 完全是因为你是长子 我听老师说 你在东宫不用宫 不用宫 不用宫 将来怎么办呢 陛下 如果我有错的地方 我绝不再犯 最近 我苦读中庸 获益良多 明天写了文章 请陛下过目 你不是笨人 去吧 是 我去 我去 你 青鸟 你边阔地制 要行万里路 试试这匹马吧 儿臣不善骑马 我的儿子 必须善于骑马 试试 这 你 现在是天下太平了 除了编书 领兵布阵 绝非屠龙之术 明白吗 来 用我的鞭子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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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我 来 好 好 你 好 好 还换骨啊 这还是我李家的女儿吗 陛下托付给我的 是朝廷大事 不是儿女亲情 我怎敢掉以轻心 这些年 我一直情习礼仪 聘师教授文史 唯恐不能完成陛下大任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在想 封你没什么公主 你亲习礼仪 学习文史 就叫 就叫你文成公主吗 谢陛下 你看你 你这么彬彬有礼 我还怎么跟你说家常话呀 来 起来吧 我也是想让陛下看看我 是否担当得起大唐的公主 担得起 担得起 真是不一样啊 我真舍不得把你嫁出去 好了 别哭了 我不舍得你出嫁 我不舍得你出嫁 可是 假期已经定了 三个月之后 吐蕃网就要派人 把你取走了 我舍不得父母 舍不得长安 我舍不得爸 你 我 我 现在 你 军上 你 你 驾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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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总是轻于兵法 但是将来以文治国 读书才是正道啊 我竟想明白了 书不必我亲自去读 你们读明白了 告诉我就是了 不过武略却不是读书可以明白的 否则那不就成了纸上谈兵了吗 驾 殿下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再说吧 驾 殿下 殿下 目前的处境不是太妙啊 陛下说过 太子不是不能废的 你 你亲耳听到的 是我亲耳听到的 魏王的阔帝制 听书快编完了 大唐的山川河流 一切一切都在其中 而且会传之久远 殿下 你想陛下会怎么想呢 驾 殿下 驾 殿下 殿下 行动不方便 反而把打猎当作游戏 这种反常的行为 会伤害殿下您的 殿下 殿下 终日操练军阵 游戏不堪入目 终日酒醉唱歌 只想得到耳目的快乐 移除性情的灵魂实在是危险啊 心是主管一切的 行为无节制 这就是败毒的根源嘛 你 你 因为陛下和殿下是父子之亲 所以 不限制殿下使用国库的钱财 没想到 陛下的诏令还不到两个月 殿下就超用了七万钱 交涉淫逸 难道还有比这个更过分的吗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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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你 殿下 殿下 我再也受不了你个老头了 这种老头子 就是为了到陛下面前表躬 你越是不听他的 他就越说得起敬 陛下就会认为他越是忠心可靠 越教训他 教训他 这样会弄出麻烦来的 马鞭 马鞭 是 你 走开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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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看他 我闭死你 我闭死你 谁 对 我闭死你 我闭死你 拿 我闭死你 你不是什么样子 你不是什么样子 你打我呀 儿臣还请父皇指证 魏大人 楚大人请指证 好 我儿子能编 阔地制 这可是一套大书啊 我们李家第三代 终于成了学问之人了 谢父皇夸奖 儿臣在编这套书的时候 已经策划编下一套书了 只等阔地制您认可之后 就准备编撰 不要太累 歇息一下 编书嘛 跟打仗不一样 不过你再编书的话 还是需要钱吧 去 我下持令 给魏王府再拨钱 谢父皇赏赐 嗯 魏王府我去过几次 那个地方编书还是小了点 这样 你搬到武德殿 那个地方大 编书也方便 我没事的时候 还可以过去看看 儿臣再谢父皇赏赐 如果没别的事儿 儿臣想先到武德殿去看看 好策划一下来怎么编书 去吧 儿臣告退 啊 放那边 是 大星 来来来来 你们放那边啊 过去过去 啊 还好 快 来 昨天 我来来来 做酒 只是 我来来 你辛子 他 Anytime 好 泪 快 陛下 按照理质 应该长幼有别 幼子不应该超过兄长 即便陛下心爱幼子 也不应该超越 这样可以避去嫌疑 免除霍乱 该尊重的不尊重 宁奸之人就会承虚而入 以前汉朝窦太后宠爱梁孝王 汉宣帝宠爱怀扬献王 都是不好的例子 现在魏王刚刚做出一件事 应该特别地告诉他 要谦虚 是这样 因此臣以为 魏王府的费用不应该继续增加 甚至要减少 因为魏王府的费用 目前已经超过了东宫 是不合理质的 对了 对了 魏王府的费用 朕加过一次 把那事给忘了 嫌疑还不止如此啊 陛下刚才许魏王移居武德殿 看起来是为他方便 但是武德殿在太极殿的东面 武德殿再向东才是东宫 当年海陵王原籍就住在武德殿呢 东的方向是太子的居所 现在安排魏王住在东向 不合适啊 人们会议论哪 虽然玄武门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但是魏王住进去恐怕 还是会不安心的吧 人们会议论哪 朕应该想到这一点 魏王殿下 陛下手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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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王不得入住武德殿 仍住回魏王府 陛下手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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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王殿下 你这东西放哪儿啊 放哪儿 放回府去 是 走走走 快点 要好好想 再好好想想 听到没有 殿下来了 好好想想 殿下 你们想得怎么样了 玩会儿 这 太子 大家想来想去 各种游戏都玩过了呀 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新花样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些天我真高兴着呢 你们谁也不许扫我的兴 你们去偷一头牛来 去偷一头牛 太子 要多少牛都有 可为什么要去偷牛呢 就是啊 就是啊 那头牛干嘛 我要一头牛 跟我偷一头牛 不一样 快 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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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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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有人套牛 看 有人套牛 你 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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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怎么是甜的 甜的 你尝尝 是甜的 甜的 盐呢 殿下 给 再尝尝 又甜又咸 又甜又咸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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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了 明天拿出去喂狗 好 算了 算了 倒倒倒 好 来 现在谁呢 这 我 我来看看你啊 我 我来看看你啊 舅舅 这些东西是刚从武德殿搬回来的 还没来得及收拾 请舅舅见谅 你能在这么乱的地方 安下心来读书 好的 好的呀 要有本事啊 看来 你是爱书如命啊 舅舅这个时候就不要夸我了 你倒说说 武德殿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人搬弄是非 要不然父皇也不会这么快改变主意的 是吗 这个地方很好吗 啊 我看比武德殿好 武德殿那个地方住着 会引起一些人的议论哪 这 一定是未扔 嗯 舅舅 我说的没错吧 啊 这个人平时就这么多管闲事 什么事都得插一手 我就不明白 父皇为什么就爱用他呢 伟政有魏政的本事 舅舅 陛下用他 自有陛下的道理 你不是也不喜欢魏政吗 为什么你这么来说我呢 你可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不要胡说 我说真话 算是胡说了 我告诉你们 武德殿不是那么好住的 帐篷搭好了 是吗 只等太子下号令 好 开始 是 快走 你们把头发缠好 五个人一组为一个部落 你们去那边 是 还有你们去那边 是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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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好我们要住在帐篷里面 好 把锅里的牛肉倒掉 出金上水 过会儿 种羊肉来吃 听到没有 是 快 是 快 快 走 来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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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肉有那么好吃吗 听说还不错 住口 你们怎么就那么贱 我要想见你父亲 应该随时都可以去吧 我要让太子少师知道 太子现在在干什么 我觉得还是去见太子公左树子 于智宁好一些 好 去吧 好 你知道该说什么吧 我知道 去吧 羊肉有那么好吃吗 不不不 不好吃 不好吃 叫他们也给我杀只羊 我也要尝尝 是 好让声 好好吃 等一会儿 就好了 不是 不不只 勇 might 您在哪里 要是 我们去找个人 Bernabe子 什么人敢闯太子宫 来人 太子殿下 陛下首持在此 捉拿东宫妖女衬心 与太子无赦 太子殿下请随斥使向陛下复命 你还是太子的左授子吗 臣一直是劝殿下的 父皇 拿来 什么陛下 马斌 是 转过身去 转过去 让我来 你这个不要争气的 你到底是什么 陛下用马鞭是家法还是国法 如果是家法 陛下是在替母亲惩罚我吗 你还有脸提你的母亲 我吃母亲的哪一张照 为什么不能提母亲 玄武门那天早上 是母亲守在我的门前 手持短剑阻止任何人伤害我 而你今天伤害我 父皇 你杀了你的兄弟 闭嘴 你离杨王妃为王妃 我让你闭嘴 母亲郁闷至极 他只有对我说 只有他的儿子来安慰他 他会用马鞭 仇他的儿子吗 我让你闭嘴 父皇 你忘了母亲临终前对你的嘱托 你想立魏王取代我为太子 你让他住进武德殿 成前 请陛下成太子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陛下想要干什么 母亲的在天之灵 会保佑我的 成姐 不要逼我 逼你 我逼你 你杀了我唯一的人 只有他饶响起我的母亲 你却杀了他 我逼你 我犯了 我不再装了 我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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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没想到 他才是 我们离家的组 我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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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妃出行 怎么没带宫女侍从啊 亲王不也是一个人 没有侍从吗 在屋里待久了 闷得慌 一个人出来走走散散心 徒的就是一个清净 有侍从跟着总还是别扭 晋王可不同一般的王宫贵族 他们哪只懂得贪图享乐 而晋王就不同了 以前离得远没有仔细看过 今天仔细一看 原来依妃姐姐这么漂亮啊 当然了 只是你一会儿叫我依妃 一会儿又叫我姐姐 到底算什么呀 是我错了 请依妃原谅 我看哪 你还是叫我姐姐好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那就叫姐姐 我喜欢叫姐姐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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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叫别人听到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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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 爭关十五年 正月十五 本来是个团圆的日子 可是 今天 是极日 走吧 新的一年开始了 新的一年开始了 你的新日子也开始了 什么时候不嫁公主 天下也太平就好了 嗯 嗯 嗯